作為一個建築 其實創業成功和失敗 千萬不要看這筆錢 尤其是你第一次或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 都不要為了錢去做 最重要是你成功劃失敗的過程中 學到回來的東西 因為那些細緻在你再次創業的時候 你就可以避免之前的陷阱或錯誤 所以我一定會呼籲年輕人也好 有經驗的人也好 就不要害怕 就不要看著一盤數 只是看著一盤數來做事 一定要看著今天在學著什麼 而明天怎樣把昨天學回來的東西放進去 你一定要找些位置給他們贏 同時間你自己都贏得到 為什麼呢? 就因為你對這個國家不熟悉 你是需要它的幫助 你沒有本地一些合夥同伴的幫助 是做不到事的 所以你有時呢 反而是要給他贏多一點 你自己贏少一點 都寧願都好過你自己贏了 因為你自己贏了 始終有一天呢 他就會發現 他在你身上得不到什麼 而他就會轉換去你一個合夥同伴 所以千萬不要太過貪心 一定要想回本地的人 在你身上得到什麼 以及你在他身上得到什麼 是要有一個平均的 這個平均失去了 你自己做事就會有危險